accord , chen Лвио amiliar Bolt 文, 演出線 經爆赫尼米亞大橋, 爆炸真相 中美太空竟增 普京提出300線 北液應對混合戰 20輛 F-35、 真守波蘭 觀眾朋友大家好 欢迎关注新冷战营室 下面开始我们的节目 近日美国调查新闻网站灰色地带 收到一份匿名文件 其中描述说 去年4月英国陆军高级情报官员 北约退五军日高级顾问唐立利 要求受个专门训练的沃拉士兵 炸毁黑车大桥 去年10月8日 这桶桥变造了炸弹的袭击 一辆卡车爆炸 两次入冠列车起火 功劳桥的两个跨道 跌入了海中 组织三人死亡 尽管受影响的路段 很快就得到收复 但西方媒体仍认为 这事件在俄罗斯在与沃拉士的冲突中 又一次耻辱和失败 对此 海达洪志富认为 英国策划这类袭击 突显了北约部队 深入参与沃拉士战场 据悉英国退伍军日 若特制定了这支行动的路线图 连同图表 它盖着了一系列 如何帮助可能抵御 俄海军拉克海威胁的方案 其中提到 主要目标是 自开战以来 克里马大乔一直受到严密的保护 俄罗斯之前曾承诺 如果发生任何打击 将作出严厉的回应 事件发生之后 平民、沃拉当国及支持者 在社交网路上 因喜若狂 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主席 丹尼洛夫 还在玛丽梦露唱着 生日快乐 总统先生的黑白影片的旁边 配上了燃烧中的乔律 以奉承在同一日 慶祝七十大熟的普京 与此当时 乌拉媒体通过这名消息来源 报道说 这次襲击 是乌拉安全局所策劃 但包括高级顾问波多尼亚客 在内的乌拉一众告官 都反驳说 这是由俄罗斯人自己策劃的 说到这里 我们来与大家介绍下 本集节目的赞助商 Sufusak VPN 不知道你有没有碰到过 这样的情况 想查一个资料 但点击连接后 被告知 没有访问权限 还有一些时候想看出电影 点击后 亦发现因为所在地 没有版权 无法观看 所有的这些情况 通过Sufusak VPN 都能解决 Sufusak VPN 在全球100个国家 地区设置3200多台服务器 每个月只要2.05美元 亦是一杯咖啡的钱 则解锁各个网络 影视资源 另外 Sufusak VPN 终于帮助你加密网络数据 拦截按议广告和按议软件 保护你的帐号 密码等个人隐私 现在你只要购买一个账号 就可以保护所有的设备 点击我们的专属连接 httbs 无好 双借降 sufusak.deos 借降 warrant 并输有的专属优维码 warrant 能享受17截的超级优惠 并订购两年的计划 免费送三个月 为了打消用户的顾虑 Sufusak VPN 终于承诺三十日内 不需要领入退款 有需要的朋友 可以踐击迎刑下方的年占 多谢 现在太空非常繁忙 世界各地的公司 现在太空发展宽大 一些国家正在开发 低地球轨道卫星群 利用广泛的私人或公共资源 拓展市场分纳 中共仍在这方面 有自己的计划 趁机扛大 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联系 不过普京那边很不吸力 最近就可能问题的谈判 竟然提出了三八线方案 这是因为 在低地球轨道上 放置卫星 似乎比在中间近地 和地球同步轨道上 更有利可图 因为它更小更轻 一次发射 能将更多卫星送入轨道 低地球轨道的 宽频通讯相当有利可图 农村地区是潜着的消费群体 如果在低地球轨道上 提供网络服务 能成功实施 就会衍生出一系列的服务 除了简单的网络连接外 用户仍可访问 云计算 信息流 和密联网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称 美国目前是 全球太空网络的领导者 他们的商业卫星网络 远有于竞争对手 但是 监管机构 无法跟上行业创生的部分 国内 国外和国际的流程中 仍然存在 不透明 不一致 以及应用的不均衡 随着天机汤讯网络 竞争的越演越烈 美国政府必须采取政策 以及激励措施 以保持国际竞争力 考虑到国内市场 现有参与者 与新参与者之间的竞争 美国需要为轨道空间系统 制定共同的温和标准 美国人 尽必须与国内商业公司 与国际社会建立联系 中共政府也有自己这方面的计划 建立一个全国性的 太空宽频网络 并拓展到一带一路国家 强化同伙伴国家的经济关系 为自己的网制网络 谈出有利的价格 然而战略与国者研究中心自信 作为卫星通讯领域的领导者 中共有刻通过一带一路 威涉到另一领导者、美国的地位 不单止中共作乱 客共对沃拉战争 亦有了新的想法 普京在谋划三百姓方案 这一次 前沃拉活动家梅德·韦友恪 抛出了一篇文章 很明显在俄罗斯总统府撰写的 他宣布了创造两个沃拉的想法 要远着某个三百姓分割沃拉 在他看来 半个沃拉应该与俄罗斯在一起 由阿罗科维奇、阿扎罗夫 还有梅德·韦楚克统治 俄罗斯历史学家车以来 舒夫斯基自出 普京在去年春天 就有意识到自己在战争中的失败 但仍是穿着鸽子衫 在莫斯波迎接胜利带游行 同时的话通过西方代理 逼使乌克拉投降 但这场逼供 随着乌克拉在哈尔沃拉的反攻 成为炮影 于是 客共就宣布吞并四个乌克拉的州 当时 搞到专家们手莫居乱 因为从来都没人这样做过 这个只会让莫斯多谈判中的地位恶化 然而 普京在梦想着暂时停下来 握着手里的土地不放 同时将军队增加到150万元 准备几年后再发起新的攻势 似是现在真的需要休息 石油制裁已经开始发挥作用 预算出现列放 钱都没了 客共上下都很清楚这个情况 于是 大家看到 普京就方不宅路了 俄罗斯的小学家 轻易尼·说服斯基自寻 将乌拉用三百万分 是不适合的 乌克拉人民永远不会同意 乌拉的任何势力 即使真是想 亦不可能让乌拉人民屈防 这个不是为乌拉人设计 而是为西方设计的 哈德布洛公是在这里 停下来 不要打我们的面 今日 国际安全领域的帮预 正变得越来越不可见 使用军事手段作用的冲突 已经成为过去的做法 社交媒体创造了另一种可能 某些势力 能够在武军队越过边境的情况下 颇为某个的政治稳定 与此同时 北约又在随时监视民国 东部边境的俄罗斯威胁 最近部署在波兰的F-35 已经达到20架 这种军事与非军事工具的温合战 造成了包括预见的困难 让冰约的运作大大复杂化 导致这个机构无法作出协调和快速的决定 随于这个原因 至于2015年以来 应对网站的威胁 成了冰约的首要任务 灰色地带报导为此 冰约首先提高了太细感知能力 情报被视为真正的军事能力 与炭压磨机或导弹并架陈区 这2017年不如成立了 暖合情报和安全部门 监察和分析混合战的威胁 除后不如调整了演习 这是检查不易的结构和能力 是不是与目标保持一致的最佳方法 为了解决单个民国遭受混合攻击 信息无邻两可的问题 北约同意制定一个 更鸿心勃勃的演习制度 而且配合培训和教育方案 第三个方面 北约计划增强民军的复原力 目前愈来愈依赖民用基础设施运作的北约 很清楚这些基础设施 容易受到混合战的攻击 因此确保基础设施的可持组 已经成为冰约军事效力的先决条件 2016年华沙峰会上 民国都认识到了这一点 北约还在战略部门 确定了七个基本要求 欺诈就包括在应对大规模疫情 第四点 安置的网络活动 亦被看作是混合战一种 北约已宣布 网络空间已是作战领域 并发布了针对网络空间 重大安置活动的应对方案 如此同时 人工智慧及大数据分析 这些新技术亦被冰约广泛采用 2019年5月 北约成员局的一次非正式会议 首次讨论了混合战 强调了收集民事及军事威胁的专门知识 强调了各个打击混合战 必须要交流经验 好自然 北约和欧盟关系一旧深化了 两个组织制定了培训搜策 以及操作规程 以应对如何识别虚假述性 提高认识 协调应对混合威胁 同时扩大和芬兰、瑞典及喬治亚这些伙伴的合作 最近 北约尽将合作范围拓展到了亚太地区 如此同时,不若然无忘记在俄罗斯与巴罗斯边境 部署F35战机 据了解,这次的派遣是荷兰的北格F35 每个时间都有两格F35处于全面战备 其他六格会源自巴罗斯、俄罗斯与沃拉边境中人巡邏 众所周知,不若向波纜派遣F35 往往与俄罗斯一亿紧张的国势有关 特别现在,莫斯科在与波纳接约的巴罗斯领土上 部署了大量部队 至今为止,大量北一战斗机已部署在波纳 该国领导上,目前有了20架F35 其中有美国空军的12架 以上是今天的新冷战力室节目 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帮助你点赞、转发 如果你是新来的朋友,请点击订阅按钮 并打小力荡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最新的节目了 感谢支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